今天是本席在本届第八次定期大会最后一次的总执行 花莲县副议长潘岳霞10月在议会最后一次总执行 开头感性的感谢所有人因为他要转战玉里镇长 不过现在却被爆出涉嫌贪污 就是这间民宿跟整起案件有很大的关联 原来检方调查潘岳霞在2019到2020年任职副议长期间 跟女儿一起在花莲玉里镇经营温泉民宿 因为位于知名的温泉区生意不错 但是他们却涉嫌将民宿的两名员工不时申报为县议会助理 诈领公费助理补助费用金额大约60万元 领到这笔钱之后潘岳霞疑似拿来自己花用 或是使用在民宿之初 经检察官以被告涉犯重罪 有逃亡及创证之余 向法院申请羁押 经法院于昨日晚上才定被告积押禁件 检方在4号到潘岳霞住宿 以及民宿大规模搜索 通知6名涉案人到案训问 扣押相关证据 最后母女两人被积押禁件 其实潘岳霞在今年9和1选举当中 没有继续选议员 而是转战玉里镇长 最后以1313票之差 败给前镇长龚文俊 而他的先生是曾担任两届镇长 三届现议员的潘富明之前也曾卷入采购弊案 遭判刑七年两个月 尺多公选五年 选举前才获得假释 还露面替太太辅选 潘岳霞大夫出征 选战没打赢 现在还得好好面对关系 TVBS新闻高知宏黄凯静 花莲采访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师也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订阅